李洰人議員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過去兩個月,香港幾經折騰 市民受傷,警察受傷 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在這裡,我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 可以和平、有秩序、敢遊行 但是一連串的極端暴力行為 正是將香港推向一個十分危險的境況 過去一兩個星期 我們見到暴力和破壞的行為 是不斷地升級 由任意阻塞地鐵的車門 我知道今早在很多的鐵路 又是出現了這個現象 四處癱瘓主要的幹道 包括多次堵塞過海隧道 截毀了很多的交通燈 圍堵和攻擊各區的警署 肆意破壞公物等 有些暴力的分子對於持不同意見的市民 作出恐嚇和在網上欺凌 一小撮極端暴力的人士 甚至是扔磚、縱火、扔汽油彈、製造炸彈 藏有大量的攻擊性武器 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香港是一個我們非常引以為傲的自由社會 自由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但是一部份的人用暴力去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 罔顧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更嚴重的是 部份極端分子 已經令到這件事變質 有人污損國徽 甚至將升起的國旗拆下來 扔下海 他們揚言要搞革命 要光復香港 這些行為 已經遠遠超越了原來的政治訴求 這些挑戰國家主權 危害一國兩制 會摧毀 和香港的未來 和香港的未來 經濟和民生 已經出現了問題 市民的生計 市民的飯碗都會受影響 我們的社會已經變得不安全 不穩定 這些都不是在短時間 可以容易重新建立起來的 這種有人形容為玉石俱焚的做法 會將香港推上一條不歸路 對政府不滿 不是等於要縱容暴力 暴力只會令目前的問題 更加糾纏不清 難以解決 令香港社會陷入十分焦慮 和危險 和擁有機制 和作出認證 和作出認證 以確保緊急事件 和作出認證 尊重別人 翻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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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打工仔 都是守庭 口庭 堵塞道路 或者阻礙 這些 打爛了這些貧困 打爛了這些貧困 和朋友的飯碗 受影響的 將會是很多的基層家庭 事實上 都會散到各行 各業 警方從今天開始 從事實際上 以下 而政府的部門 都會按照 需要舉行跨部門新聞發布會 首長的跨部門新聞發布會將會在今日下午舉行 在我請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分別講一下 今日公共服務的情況和香港經濟面對的風險之前 我已經說過了一段時間前提到的風險會被告別的風險 特別是當我已經說過了一段時間前提到 這份風險會被告別的風險 這些延長的影響在致命中的抗議或不互動動作動作 have seriously undermined Hong Kong's law and order and are pushing our city, the city we all love and many of us helped to build to the verge of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As a result of these widespread disruptions and violence, the great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are now in a state of great anxiety. Some of them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could still take some forms of public transport, while others are right now being blocked on the way to work. The government will be resolute in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in Hong Kong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We all love Hong Kong and have made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o it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ver the years. This is the time for to set aside different and say no to chaos and violence. and not be stopped. The government will deliver to the rest of the par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deliver through the next step. We are going to turn on the mic and be continuing to rekomb the next step. The government will reach There are a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run through the next step. The government will also increase the economic and equality and will be able to protect the next step. The government will do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focus on the left. 一連串這個不合作運動和罷工的行動 對於公共服務的衝擊和影響 我們最新的評估已經是全面 我們起動了有關的部門協調的機制、監察機制 運輸署的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已經是最高的工作狀況 是一月內有的特殊事故 盡快協調確保對我們港大市民的影響減到最低 就今早最大家關注的就是 港鐵多條路線已經停頓了 也有些示威者純粹不合作運動 霸佔了一些地鐵站的 目的是癱瘓整個地道運作 我們對這些行動是深表遺憾 也都大家知道構成很大很大 上班的生活的事物是不便 由於這樣的情況 希望如果有些僱員 由於交通的阻制等等 未能夠如期上班 或者今天要遲些才上班的話 我呼籲港大僱主 應該是要體諒 彈性處理 包容的態度 是這個大家在困難環境上 希望明白 第二個就是我們也都知道 是有些社福界的同工 也都部分有可能是參與罷工 但是我們了解緊急服務到現時為止 暫時沒有受影響 但是非緊急服務如果有些受眾 如果有困難的話 是可以致電 社福福利處線電話2343-2255求助的 醫療方面最新的情況顯示 暫時那些主要服務 並未受到大的影響 作為公務員的體系來說 我覺得我們在困難的時間 全體公務員 我們更加要團結 緊守崗位 是發揮我們服務市民的精神 是得齊面對現在的困難 多謝大家 各位傳媒譚 各位市民早晨 香港的經濟正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處境 面對非常大的下行的壓力 我們同時間要應付外圍經濟的困難 以及我們現在香港所面對的困難 對外正如大家所知 中美貿易磨擦不斷升溫 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上星期美國特朗普總統也都宣佈在 不久之前也都第四次下調 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去到3.2% 這個是十年來最低的 同時間大家都知道英國脫鉤 硬脫鉤的風險仍然存在 中東的地緣政治局勢也都不穩定 因此外圍環境是複雜波變 很多不明確的因素 本地方面呢 過去兩個月的這些社會事件 也都影響了我們的經濟情況 不少店鋪、酒樓、零售都表達了它的生意受影響 正如行政長官剛才指出 有部分這些店鋪都有時要間歇性被迫停業 謝謝 各位朋友 我給大家一些數字 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公佈了第二季的GDP的增長 是0.6% 表面看來和第一季是差不多 但是呢 如果大家想深一層 仔細一看 如果是 性調整 第二季和第一季比 我們的經濟增長是-0.3% 換句話說 經濟增長是失去了動力的了 如果接下來 第三季都出現負增長的話 按季負增長的話 技術上我們就會進入衰退的情況 出口那方面呢 今年第一季下跌 第二季也都下跌 而且的幅度也都加快 第一季是下跌3.7% 第二季是下跌5.4% 而六月份單月是下跌10% 進口那方面呢 也都面對類似的情況 第一季是下跌4.2% 第二季就加速到7% 如果再看一下 投資的情況如何呢 如果我們看固定資本的形成 其實我們第二季呢 同比是跌了12% 這個是十年來最差的情況 各位朋友我們再看一下 零售那方面又怎樣呢 零售呢 我們在五月下跌1.4% 去到六月呢 是加大到下跌6.7% 其中珠寶首飾中標 是下跌17% 而電器和一些內用的消費品 下跌16% 就連服裝的生意呢 零售生意呢 都跌了8.2% 飲食業的環境呢 也都很困難的 飲食業呢 是下跌了0.4% 如果將第二季和第一季比呢 還跌到 那幅度呢 那幅度呢 是4.6% 各位朋友 大家知道呢 飲食業是 餐飲 旅遊 住宿 這些呢 僱用了很大的人口 大概22萬 而物流 貿易方面呢 面對貿易磨擦的影響呢 那個 行業 也都僱用了72萬人的 因此經濟下行的壓力 是會影響到我們的民生經濟的 各位朋友 我們過去這幾年的比較安穩的生活 是很多代獅子山下香港人 努力的成果 正如行政長官剛才指出 我們 將 七百萬人的安穩生活 如果作為一個註碼 很容易將香港推入一個不歸路 大家對政府 政府 處理 條例修訂 對政府施政有不滿意 我們是聽到的 我們也都會 正如行政長官之前指出 是會多聆聽 和多和不同的業界 溝通改善我們自己 希望大家 在做任何行動之前 真的要停一停 想一想 三次 多謝大家 林太想問一下 面對現在這麼多流血的衝突 政府可不可以說一句 現在宣佈撤回這個 逃犯條例修訂的草案呢 還有可不可以說服大家 現在有些意見 希望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其實有沒有一些壞處 是令到你覺得是 凌駕各方認為的好處 而令到你不接受這個建議 是不是警察公會 不同意或者反對 那你就不做呢 第三就是面臨文調下滑 不少市民都質疑 其實特首在這段時間 是做了些什麼 除了譴責之外 還做了些什麼 去化解今次的危機 去減少這個暴力的衝突 那你是否認同 其實你自己都已經是 含入了一個信心的危機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這段日子 其實你做了些什麼呢 麻煩你 首先呢 我在早前會見傳媒的時候 已經表達了政府對於 在社會上 就修例工作的訴求的回應 所以政府並不是沒有回應 但或許我們的回應 未能夠滿足到 部分人士的訴求 但大家想一想 如果整個風波 是因為特區政府 提出去修訂逃犯條例 我們已經在很早的階段 是6月15日 將這個條例暫緩 亦都是跟著補充說 這個條例的修訂工作 已經完全停止 亦都是不會再啟動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徹底 就著這件事 這個訴求的回應 就著這件事 特別是有關於警隊 在各個大型的公眾活動裏面 的處理方法 我們亦都是啟動了 現由同樣是法定和獨立的機制 由監警會 來對審視整個過程 沒錯 早前監警會的公布 是一直處理到7月2日 但很不幸 7月2日之後 仍然出現了很多衝突的事件 包括大家都很關心的元朗 7月21日的事件 雖然監警會主席 梁定邦資深大律師 目前不在香港 我都主動跟他溝通接觸過 我相信他回到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認真 按著他法定的權力 去跟進這一系列 市民關心的議題 或者是有市民提出 針對其他事件的投訴 但我希望大家每一次提到五大訴求的時候 都想一想其中有些訴求 是否我們香港一個法治的社會 應該是認同 甚至是爭取 這個是包括 希望特區政府 釋放了所有曾經被捕的人士 就著這兩個月發生的很多違法的行為 我剛才也是點出 有很多違法的行為 包括製造炸藥 藏有大量的攻擊性的武器 襲擊警務人員 是否全部都要不追究呢 況且這個也不是我作為行政長官的權力 在《基本法》之下 檢控的工作 是由律政司司長不受干涉 獨立離隊進行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是認真回應了 亦都希望市民能夠諒解 不過正如我在開場白所說 今天這件事件已經是變了質 我留意包括有些傳媒的報道 都認為這件事 或者現在這些表面上的多方的訴求 已經是離開了有關條例的修訂工作 我們近日看到的 已經是很明顯 事務忌憚地提出要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亦都看到部分的行為 是挑戰一國兩制 是挑戰國家的主權 或者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 是要將香港推軟 是要將七百多萬人 我們珍惜的生活 徹底地破壞 是要玉石俱焚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縱容任何的暴力 只會令事件更加複雜 更加難解決 亦都令到鼓吹暴力的人士 會更加使用暴力 或者各式各樣 不合作的運動 來對妨礙香港社會的秩序 影響各行各業 和市民日常的生活 至於管治上的困難 我在6月18日 向公開自協的時候 已經說我明白 未來兩三年 我作為特區的行政長官 是需要加倍努力 來挽回市民對於我本人 以及對於特區政府管治的信心 在你問這段時間 當然我們一方面是支持法治 支持執法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 我們不斷地思考和加強 我們的管治工作 我是未停過在這接近兩個月 去和很多界別的朋友見面 有些我們會公佈給大家知道 但大家有時會說 為何你不出來見記者 因為只要某一部分的激進網民 知道我會在哪裡出現 無論是公開的場合 閉門的場合 都是衝擊 衝擊的地步 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 主辦的機構 都不想我去 因為只要特首出現 他們要買重保險 他們要面對很多 他們說他們自己不能夠處理到的亂局 這個就是今天的香港 就是不斷以這些恐嚇 欺凌 你對達致目的的情況 所以請大家 好像剛才 財政司司司長說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我們是否應該繼續 去容忍縱容這些行為 多謝 林太太 其實就是想問回 你剛才都不斷針對一些部分的激進的示威者來做批評 但是你其實對於香港現在搞成這麼亂 你覺得你自己的責任有多大 你其實也都說 其實很多市民其實要求你現在是辭職下台問責 而你就說會繼續服務 但是很多市民已經說是你不需要再服務下去 你有沒有考慮過真的會辭職下台 你如果不回應 你剛才說回應了那五大訴求 但是其實很多市民都覺得你至今沒有回應 所以才這麼多的遊行集會都這麼多市民走出來 其實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如果你不回應底下 你怎麼可以平息到這個民憤 謝謝 正如我所說 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不是一件修例的工作 或者以修例工作為藉口 產生了一個非常之嚴峻的局面 這個嚴峻的局面 如果不能夠盡早來去糾正 我們是非常之擔心 所以我們形容 現在已經有人將香港推向一個十分危險的警方 在這個十分危險的警方 當香港的前途 香港的穩定 香港七百多萬人是否能夠安居樂業 已經是這麼大的挑戰的時候 這個已經不是我個人榮辱的問題 我是有責任 連同我的主要官員和其他的同事 繼續緊守崗位 希望能夠盡快能夠恢復社會的秩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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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sa 謝謝 謝謝 每次 I meet with the Commissioner, that the force i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in enforcing the law during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so, I also appeal to the media to have a bit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police during this very difficult period. The same harassment and threats that I have just described have been extended to the families of the policemen. We should all be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sort of situation. Now, coming back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demands, we have said we have responded to those demands. Some people may not agree with our response, but we have considered every factor involved and come up with the response that we have made. And this is a very strongly worded response as far as the bill is dead. There is absolutely no room for us to politically trigger the exercise to amend the ordinances. But what is in front of us is Hong Kong's stability, Hong Kong's future, and escalated violence. But we continue to allow these violent protesters to make use of the Fugitive Offenders Bill and these demands to conceal their ulterior motives. That is going to push Hong Kong to the verge of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And I'm sure you know, and it has been made very blatantly recently, either on the social media or through some of the violent protesters, that those ulterior motives are going to destroy Hong Kong, to risk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also to proceed with what they call revolution. This is something of extreme importance that I hope every one of us will know. So what would you do about the crisis? First of all, what would you do about this crisis? Apart from the pandemic, what would you do?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violence is not to do anything to give rise to more violence, or to give more pretext for some of the protesters to resort to more violence.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is is to rely on the rule of law,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And that requires the police and maybe oth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enforcing the law against people who breaches the law, and also the prosecution authority to make sure that justice is done. And ultimately, we will all look to the courts, which are independent in Hong Kong, to arbitrate and decide on these cases. John Irvine from ITN in London. To what extent are you to blame for this fiasco without end, and why have you not resigned? I have already described our work in amending the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as a failure. But I have to reiterate, as I did with our overseas officials and friends visiting Hong Kong in the last two months, that exercise was well intended. The exercise was intended to pluck a loophole and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 stands in a robust manner to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other jurisdictions to tackle serious crimes together. What we have not done well is, especially in light of very extensive smearing an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of this exercise, what we have not done well is to explain in a more effective manner the objectives of this exercise, and to engage more, and perhaps also to listen more, so that if there need to be some adjustments to proposals, we could accommodate those adjustments in time.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have omitted in public. But what is now in front of us is an extremely serious matter, and that is Hong Kong's continued safety, security, and of course, prosperity. And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elements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value very much. We are still very proud of Hong Kong possessing these core values, and being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business centre that is attractive to overseas investors. So it is for all of us to join hands, to rally together, to say no to the chaos and the violence that we are seeing. Thank you. The Presid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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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sorry. I am trying to respond to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Actually, this question has also been answered many times. I am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we have done because I a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f the amendment exercise has given rise to the problems, and now more problems because the nature of these violent protests has changed, it is a time for me to continue to lead my team to address those problems and try to bring Hong Kong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 situation. I do not think at this point in time, resignation of myself or some of my colleagues will provide a better solution.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adopt what I have described on the 1st of July as a style of governance that will enable us to listen more, to engage more, and to do more that will meet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hat do you say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white-collar workers who are peaceful, who are demonstrating in the way that it is fitting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every sector turning against people today? What do you say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not showing things that are... Thank you very much. Hong Kong values freedoms. that includ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assembly, freedom of media reporting. So individual sectors and members of that sector, if they want to express a view to the government, we respect that expression and we will listen. But unfortunately, as I have stressed time and again, the now crisis in front of us is not about individual aspirations or about the bill. It is about Hong Kong's security and safety, and whether we could restore in time the law and order that not only the 7.4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values a lot, but I am sure individual sectors who still have a stake in this society would like us to defend. So let me make this plea again. Please rally together and to set aside differences and support the restoration of law and o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蘭菀編議員 罷悟過幾天 其實香港是進入了控制狀態 但是香港是控制香港 會不會出動解放時是擔心的 網上近日是有很多謠傳 我可以告訴大家聽 我們是密切監察著 這些不斷在網上發放的傳聞 單單在星期六 我們又發出三個新聞的公佈 來澄清一些傳聞 全部都是不確切 包括你剛才說 有人說要宵禁 有人說要解放軍出來 有人說大家不要去換新的身份證 我們每天都在做這個工作 這亦表示 今次我們面對的危機 也真的遠遠超越了條例的修訂 是有人不斷透過這些網上的傳聞 動搖香港市民的信心 分化我們的社會 分化警隊的內部 以及警隊和我們政府的關係 最終的目的 亦都是剛才我提到的 是希望摧毀香港 警方無力的問題 至於所有 有關公務員的問題 我請政務司司長跟大家說 在公務員那裏 容許我先回答問題 我容許禮貌上要回應這個問題 在公務員那裏 我們希望公務員保持團結 我們目的最初就是服務市民 為己任 所以在困難的時刻 我們更加要跟公務員 大家在一起做事 你剛才說的那些公務員的問題 例如最近我們都說過政治中立 我們一定要不邊不耳 警方還是中立 警方都管理 所有這些事 大家都要知道 客觀看的事實 我們很多時候 當事未完結之前 就下半段 會有一點點 是 比較急一點點 我覺得應該 任何 任何 任何事物發生都好 我們大家要真真正正 要全面客觀去看事物 例如你說 警方的行動 已經有 有個監警會 正正就全面全入工作 希望 他可以重組 重組整件事 一路到最近事件 都繼續會看的 亦都是歡迎 包括傳媒朋友 隨時去給意見 我們今天就是國素次來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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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 有